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這集要來教大家 如何丈量自己的房子 那為什麼要選丈量自己的房子呢? 其實最主要原因是 如果你在買房子的時候 電商常常會有像這種加配圖 然後還有像仲介給的那種平面圖 那這些圖面其實有時候 他們會為了讓空間看起來大一點 可能會把家具縮小 看起來會整個空間比較大 可是其實尺寸都是不準的 那可是還有一種是 電商給的那種CAD圖 就是電子檔 那種尺寸也有不差 而且它沒有立面的這種高度的尺寸 它只有平面的 所以還是自己量最準 另外一個是 如果你有加你的這些尺寸 你在跟師傅報價尋價的時候 師傅報給你的項目的尺寸 是不是真的是你自己量的這些尺寸 我覺得這個也是可以 稍微去做一些筆記功課的地方 第一個是電板 這個一般文具好像都買得到 就是大概十幾二十塊而已吧 把紙這樣夾在上面 那要寫字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那再來呢 三色筆 它大概三色四色都可以啦 那只是我現在拿的這個是叉叉筆 如果寫錯的話可以馬上圖改掉 所以它會比較方便 那再來就是尺 尺的話一般五金行啊 或是那種小A五金啊 只要一般的水電材料好了 也都買得到這種尺 那尺的話我建議可以買 大支一點的 可以買這種像有字比較大的 它字比較大的 那它拉起來的時候 它是夠硬的有沒有 它看起來很沒表現 它拉起來的時候要夠硬啊 尺的話會建議說 拉起來的時候要盡量是夠硬的 那這樣的話你在量的時候也會比較輕鬆 首先呢如果你有像這種加配圖 那你可以把裡面的東西全部都反白啦 只留外框就好 改完之後呢可能就會像這樣 這樣的話這就是你的整個空間的格局圖 那如果你沒有這個東西的話 你就可以像我一樣就是 等一下我們就全部重新畫過一個空間的尺寸圖 我們一開始進來的時候啊 我會建議大家先繞過整個所有的空間 例如說這是廁所 這個是主臥 那畫的時候啊 先圍整個公共空間 先圍起來 畫牆線的話會建議是以 藍色或黑色為主 那牆線主畫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標門跟窗戶了 那可以看到這個大門的 它是往右開的嗎 那我們在畫圖的時候可以 就是這樣子就這樣 往右畫 這樣就可以了 好然後那邊有個浴室的門 所以就一樣 我們把這個面向對向這個牆 一開始畫的時候 這樣子會比較簡單啦 會比較好記 窗戶的話 就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我會畫兩個斜線 這個每個人畫法不一樣 有些人會這樣畫 其實都可以 我們通常會用紅色的筆去做位置 那畫的方式 它比較常會用虛線的方式去表達 譬如說我現在畫那個大門上面的梁 那我就會是這樣子畫 其實就很簡單啦 梁度標完之後 還有什麼要表一些弱電之類的 譬如說插座 開關 對向機 電箱 資訊箱 這些位置 這邊有兩個開關 這邊有兩個開關 那開關的話呢 位置的話我會畫一個圓 然後它兩個開關我就寫個2S 這樣子 然後這邊 正面就是這個電箱 跟資訊箱 最簡單的就是 你就寫個電 畫個這樣子 正方形寫個電 然後跟一個這樣 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對講機 這是對講機 對講機的話你也可以這樣簡單的寫 寫一個對 這樣就好了 這樣子誰都看得懂 這邊有 電話跟網路 那還有插座 那電話跟網路的話呢 就是 我們就一樣寫 電話我們就寫TEL 然後網路的話我們就寫C 插座是這樣啦 電話是TEL 然後網路是C 然後 像這邊 這邊有那個 冷氣的排水 冷氣排水的話呢 通常我會寫一個A 一樣 這樣畫畫寫一個A 就代表是冷氣的排水 然後這邊有那個 冷氣 冷媒管的那個孔洞 那個圓圓的那個孔洞 那我會看它是從主臥出來的 所以這邊我會畫一個通道 這樣寫個通道 就代表就是從那個 冷媒管從裡面出來 好了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 占量的公共空間的所有的尺寸圖 那像這個地方啊 這個是窗戶的尺寸 上面這個是 我代表是窗寬 就是這個寬度 那這磁字的話 上面這個是窗的高度 下面是窗戶離地板的高度 還有一些 譬如說像這個量柱啊 我教大家怎麼量 通常我們就量 這個深度 我們要量深 這個是15.5 然後量高 這是量的高度 它是36 還有量甲 量下是262 量的話一樣用紅色筆畫 它就是16.5 量深是16.5 量高是35.5 然後量下是262.5 就是這樣子的標示 像這個量柱 這個量柱比較特別 因為它 我沒有辦法去定 石沒有辦法去定位它 那在量這個的時候啊 就是建議就是這樣手 這樣拿起來 假如說我這邊 以70去為基準點 這邊的話就是113 那邊113-70 它就是43 等於說這個量深它是43 那定位的話 你可以定位 譬如 它吃著麵槍 是吃了18多分左右 電箱我們去量它的分量 它是50 然後 因為它這個跟 製品這樣子一起 我們一起量 高度是120 那通常你是定位它的位置 所有東西你定位就是 離右邊的牆 或是離左邊的牆 看哪邊 看你要怎麼定位 那離右邊的牆是80 離下面是74 那對角度也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量它的寬高 離右邊 離下面 或是離左邊 離下面 離上面都可以 然後還有一些 要特別注意的是 海水 海水這高度也建議先量 如果你到時候跟著進隊的時候 看冷氣要掛什麼位置 高度要多少 鮮涼會比較 比較好 它就涼 它海水比地板的高度是多少 然後 冷櫃 冷櫃 冷櫃的大小 通常 假如有做天花板的話 天花板就會做到 冷櫃的地方把它蓋住 會是最剛好的 那這高度也就是 就是量這高度是多少就可以了 像這邊它有電視 網路 還有插座碼 如果你要量很細的話 這些也都可以講 就是插座離房 離左邊40 電視離左邊60 網路離左邊80 那它離下是30公分 那假如說你今天這邊 要買現成的電視櫃的話 這個位置可以有可能 就會被你的電視櫃所擋住 那你在做水片的時候 可能就要把它拉上來 然後還有像是床頭這邊 主臥床頭櫃這邊 如果你買現成的啊 你這邊會去放床頭箱啊 床架 然後這邊可能會放床頭箱 那你這邊 你到時候都有可能被你的位置擋住 因為它高度都不太夠 這個到時候我們會在做一點 可以告訴大家 一般常用的居家電線的配置 要怎麼配置 那這些 一般的電線 你要到時候 隨便要移架 或是要往上移 這個可以到時候 跟隨便套路 這樣的空間 然後以我們剛剛的方向啊 這樣的空間 一張一張的像拍過來 這樣子拍過來 這樣子拍過來 就是 就是同一個方向 這樣子你在看照片的時候 它會比較有連貫一點 在拉齒的時候啊 一般人如果 不常用齒的話 其實會很難用 也不太會用 拿來看 我給你拿 阿門量這是量啊 這是量 寬度 你剛剛看我這樣拉 你看你現在怎麼拉 要小心不要被割到手 你看就是 不常拉齒的就會這樣 有沒有就是 比例會不對齁 然後你看齒會很軟 有像有像喔 哇 它現在要量這個 量度的高速 它現在不會量 你可以用 你可以用腳 腳去勾它 好啦其實這樣也是可以啦 可是這樣就沒有那個 到底 你的詞沒有到底 可是我可以送你 可以送你 開玩笑 看一下 很多都不能 那些車子 我看得到 你的肌肉